歡迎大家來到有西這個環節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陳家偉校長和我們一起分享 校長可否分享學好英文有甚麼重要呢 其實我們在小學中學多年 很多時的知識都會忘記了或過時 唯獨是語文能力是中生那麼重要的 中文相對來說可能容易一點 因為我們沒有語 經常聽 經常講 經常用 但英文對於很多小朋友來說 都有些困難 其實我自己的意見 英文的最重要的地方 你都知道 去到外國生活的時候就要用 如果你不用它 你很害怕的時候 其實就很難學得懂 英文是一個標音的語言 我覺得小朋友第一件事 就要放膽去講和去用 不要理會那麼多文字和詞語問題的時候 只是有能力去表達到自己 你慢慢自信心就會建立 從你懂得說和聽 去到懂得寫和懂得看 今天很感謝陳校長和我們的分享